话说刚才说到,胡小军看杀陆场面看陆像 先看了五马分尸,接着看了洛游窩 第三场看了千刀万寡,他实在看不下去 他干脆拉过张匪,盖住自己的头不看 到了这个时候,那把雷声又响起 隔着张匪,胡小军隐隐,若若听到他话 好了,你不看就算了,我再跟你说一次 你不想让他死,那你就熬不到天亮 如果你放弃选择怎么死,那我们会帮你去选择 你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好好陪他一会儿吧 都不知道过了多久,胡小军终于逐一逐一揭开一张皮装 看到房间里面一片漆黑,电视已经关掉了 那把雷声也消失了,他不知道接着下来应该要做些什么 他只能在黑暗中等,等什么呢?他又不知道 在他的旁边,是非常厚的水泥墙 窗上边还插着铁栏杆 这里忽然变成单人监仓 而那把雷声也再没有下纹 时间在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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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上邊有一把非常清醒 但又懶洋洋的聲音就應他 什麼事啊 胡小君一開始飛逃過去 抱到長城殺死 全身響到震 跟著就跟他說 哎呀 你也不知道剛才發生了什麼事 多可怕 發生了什麼事啊 哎呀 你真的不知道嗎 哎呀 我一直在睡著 我怎麼會知道 你想我知道 你就說吧 剛才 我們兩個被人分開了 你做夢吧 怎麼分開呢 什麼做夢 我一直都睡不著 剛才我們房間中間 突然多了一幅場 把我們兩個間開了 然後又聽到有一把女聲跟我說話 說到這裏 長城醒了些少 但他好像懷疑胡小君神經錯亂 他開始不出聲 很認真地聽 胡小君繼續說 他叫我害死你 要不是殺我 你聽不聽到啊 長城 不過我是不會害死你的 我永遠都不會害死你 說完 又抱著長城 響雪哭了 長城也抱著他 然後說 他叫他 冷靜一下 冷靜一下 發夢而已 發什麼夢啊 不是啊 是真的 長城可能我真的不能回到京都了 長城一手插著他太陽穴 插了半天就說 小君 就算那個不是夢也好 你也不用怕 還有我嘛 這麼容易被人殺 胡小君一下子坐起來 很大聲地跟長城說 長城 我現在跟你說 不是夢不夢的問題 是 你也不懂得明白 出事了 現在我們有危險啊 亦非你死亦是我活 怎會讓你當我開玩笑 一邊剛剛說一邊 向裴面於長城後來摸一下 他懷疑第二個是有人在黑暗中 掃著劍仔捉著長城 讓他裝沒事 但其實長城背後是沒人 胡小君接著說 長城 你快點和我想一下辦法 长城坐起来,按着电灯的开关 灯灯还没亮,还在停电 他把嘴转到胡小军的耳朵 小声地说 不用怕 就算是也好 走也是 现在我就带你离开这里 我们现在走 胡小军向上看一看 他感觉到那些嘴车还在半空中看着他们 所以他说话也不敢大声 他很小声地跟长城说 走?走不走得掉? 说这么容易吗?人家有备而来的 长城跟着说 哼,怎么走不掉? 穿衣 他一边说,一边拉开窗帘 但想不到外面比内面更黑 一丝光也没有 胡小军听见他拥拥窗台上的铁蓝山 听到声音已经非常牢固 看来那把女声也不是爬窗口进来的 胡小军一边摸黑着衣服 一边想想又哭起身 又哭了 长城啊 我现在开始有点后悔了 其实我们不应该来这个地方 现在哭有什么用 就说话 撥一下才说吧 胡小军就不出声 他的第三裤 刚才洗澡时 还来在卫生间 由于现在太黑 也没有时间再去找 干脆不穿 直接穿上面裤面裤 准备走人 在黑暗当中 长城问他 怎样 穿好了吗 爽手点 还没有 胡小军越急越穿不了 原来他穿不了那对紫色的短胸 长城干脆蹲下 帮他穿了 帮他穿完之后 胡小军四周摸他的袋 长城开始有点不耐烦 跟着他说 还带什么袋走 好了 究竟他们两个 走不走得掉 刚才那把声说 胡小军一定过不了今晚 欲之后是如何 我们明天回来再说